《国民党十四军中将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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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1931年918事变霸学回国 1932年任八七师师长张志忠独立旅第三团中校 副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128松户抗战 战后因公晋升陆军上校 调任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教育组组长 1933年至1938年在地方任职 担任河南省保安团团长 郑州警备司令部 兼司令告辞举上校参谋长等职 1939年调任第八十三师少将副师长 参加了御北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和滇西反击战 颇有战功 抗日战争结束前 晋升第十四军副军长 1947年 第十四军整编为整编第十师 由军长罗广文当师长 熊寿春任副师长 同年底 罗广文令到他用 熊寿春接任整编第十师中将师长 该师先后参加了 陆西南战役后期作战 阻击人民解放军 挺进大别山的土山级战斗 大别山青角战役 晚西战役 晚东战役 平汉路进攻战役等作战 给人民解放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48年9月 整编第十师恢复第十四军番号 师长熊寿春任 中将军长 隶属于黄维的第十二兵团 同年11月9日 黄维兵团奉徐州角总司令刘氏之命 向徐州快速集结 打算在徐州地区 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决战 结果 十二兵团前进至安徽省淮北市 虽西县双堆积 被中原野战军 激流等大军团团包围 黄维自使兵精良俗 就地构筑防御攻势 打算拖住中原野战军主力 好让国民党方面调集重兵 来个里应外可 但是人民解放军的组员部队 挡住了四周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十二兵团覆没已经不可避免 1948年12月初 中野大将陈庚 为了争取黄维兵团阵前起义 减少双方不必要的伤亡 以黄浦同学的名义慎重的 给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黄浦一期 副司令狐连黄浦四 七 十四军军长雄寿春黄浦三期 分别写了信 希望可以说服这些黄浦同人 投身革命阵营 结果陈庚的信送到后 黄维不置可否 狐连汉都不看肉丝了 雄 寿春则同联络人表示 愿意寻击律部几义 陈庚将军喜出望外 积极指示 联络人与雄寿春保持密切联系 以配合起义行动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 雄寿春的几义计划 因为狐连的介入而胎死腹中 原来十四军并非中央军嫡系部队 雄寿春虽然是军长 却无法完全控制这支部队 故而迟迟无法采取行动 狐连觉察到十四军军长雄寿春的异常后 表面上 勉励雄发扬黄埔精神 以党国利益为重 暗中却只是十四军的几位师长 只能听命于十二兵团司令部 而且切断了解放军联络员与雄寿春的联系 这样一来 雄寿春手里没有兵权 又无法联系解放军 只能听天由命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 中原野战军协同华东野战军 近二十万人向双堆积包围圈中的黄埔兵团发动了总攻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 国民党十二兵团出副司令狐连逃脱外 十万余人全军覆没 兵团司令黄埔被升勤 第十四军军长雄寿春战死沙场 陈庚将军看着雄寿春沾满泥土和血迹的遗体惆怅不已 吩咐士兵清洗干净 用一口上号棺木收敛 交给其家属安大 1950年8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 想起这位战死沙场的黄埔学生 特追赠其位陆军上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